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今天换做你是爸爸妈妈 如果你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质问你的孩子的时候 就算你的孩子否认 你心中是不是仍然会有怀疑 也就是说你的孩子 他其实没有吃蛋糕 他没有拿钱 可是你的问话在本质上 无论他回答什么 已经破坏了信任关系 而且这样的对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困境 因为如果他承认了 你肯定暴打他一顿 可是如果他否认 你也不相信他说的就是事实 好 那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第二种状况是 孩子真的吃了蛋糕或者是拿了钱 但是呢 因为你的愤怒 因为你那害人的情绪 让他干脆先否认 为什么 姑且先不要去说 他说谎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种 在人性里面的自我保护的机制啊 其实你我回想一下我们的成长经验 是不是当我们面对权威者师长 用这种方式问我们的时候 不管他问的内容是如何 我们干脆先否认 先保护自己算了 所以在第二种状况里 究竟是孩子说谎很不应该 还是我们的问话方式 已经决定了孩子 无论真实为如何 他的答案就一定是先否认 再来第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是 可能孩子真的没有吃蛋糕 真的没有拿钱 但是他知道谁吃了蛋糕 他知道谁拿了钱 或者是他有一些 有价值关键的线索 可以提供给你 可是问题来了 当你问话的方式是这样子 就像刚刚说的 人在自我保护的状况底下 他干脆先否认算了 他干脆先逃避你算了 正因为这样的情绪作用 所以他就算有关键的线索 有关键的情报 可以提供给你 他也不会说 因为他可能也不敢说 看你那很没树木的样子 谁敢说啊 其实在我自己教学的经验里 特别是高难度对话的 万文切这一门课 我就常常用这样的生活案例 来引导大家去思考 究竟是对方真的很爱说谎 还是我们问话的方式 已经决定了对方的答案 如果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 你问话的方式已经决定了答案 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真正的真相 因为如果对方很诚实 你可能还是会怀疑他 那如果他本身真的是那个犯错的人 也因为你的情绪 他干脆先保护自己 再不然就是 他可能没有做这件事 他有重要的情报 然而你问话的方式 让他根本不想要告诉你额外的情报 因为他不知道你会不会怪罪于他 或者是他不知道会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其实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或工作里面 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主管 你在简合一个作业流程的疏失 当你要问你的部署 问他们说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你可以想想看一件事 正常的状况底下 你的部署干脆先否认保护自己 这是不是跟我们的父母亲 扯着我们的衣领问我们 蛋糕是不是你吃的 或者是钱是不是你拿的 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陷入这样的困境 叫做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那么问话的技巧 问话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的问句或问话方式 对方会有很高的几率 干脆先用否认来保护自己 除了我们可以很确定 这是一个无效的问句之外 其实我们这样的问话方式 也会让一个原本想要说谎的人 他用这样的回答方式 更坚定了他内在要说谎的动机意图 还有确定感 说白话文就是 谎言会越说越逼真 一直到最后你根本无法分辨 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你可能听出来了 我们应该调整的是自己的问话方式 而不是一昧的把我们手指头去指向别人 说他说谎不应该 那么你听到这边 你可能就会想 我应该要怎么问呢 我应该要用什么方式去澄清事实呢 在这里我就举几个例子 如果你问你的部署 问他说 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这个问句在本质上就很容易让你的部署 干脆直接说不是 那或许你可以听听看这样的问法 比如说 你觉得谁会做这件事 或者是假设这件事是你做的 那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有没有可能有人看见你做这件事呢 你可以仔细想想 这样的问句可以让对方 他不会直接的说不是 而且他还有可能去吐露出更多的讯息 再举个例子 假设你问你的合作伙伴说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那对方可能为了保护自己 他就会说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什么样的问句呢 比如说 你最后看到这件事发生是在什么时候 或者是你上次做这件事情的情况是什么 你会发现 这样的问句就可以避免 对方干脆用否认的方式来自我保护 而也因为这样的问句 你可以搜集到更多的情报 去判断他给你的讯息 到底是否为真 到底可信度有多高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出来行走江湖 一定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其中有好人愿意跟你配合的人 同时也会有更多数不清的牛鬼蛇神 那你如何去判断 谁可信 谁不可信 这个是我们在进入成人阶段 都必修的一个课题 而且除了去判断对方的可信度之外 你有没有懂得运用适当的问句 去引导出必要的共识 或者是搜集到一些必要的资讯 就像今天的内容开头所说的 如果你是父母亲 你很想要了解 你的孩子有没有偷吃蛋糕 有没有偷拿钱 其实基本上 你的问法已经决定了对方的答案 那你就永远问不出真正的状况 谈到这里 如果你很有感的话 而且你也很希望 在你的真实生活里 不管是在工作的领域 还是私人的领域 跟你在乎的人达成必要的共识 并且能够去判断出 对方说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保留跟怀疑 那么我就很鼓励你 可以把握 我在今年2019年10月15号 开课的高难度对话 忘文问切这门课 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 这门课的名额也在倒数当中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10月15号开课的高难度对话课程 是我在2019年的最后一期 所以如果你错过的话 下一期就要等到2020年的三四月之后了 我很期盼你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当然了 最后还是要回到你身上 无论你会不会进我的教室 我都很期盼 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一些 你想知道的真实 那么在你开口说话之前 是否觉察一下 换成是你自己 当你被这个问题 或这样的方式问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如果你赫然发现 换别人用你习惯的方式 来问你的时候 你的答案也会干脆先否认算了 那么你可能就要先停下自己的脚步 不要再让自己的习惯 去说出那些无用 甚至于会伤害关系的话 因为最得不偿失的就是 一方面你又问不到真实 二方面你又让对方觉得你在怀疑他 那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气垫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就如同今天内容谈到的 10月15号开课的高难度对话课程 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 很期盼你能够把握 今年的最后一起高难度对话课程 希望我能够在10月15号的教室里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